今天的《零售经文》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章 或者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讨告 基本上我们赞美也都感谢你 你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 给了我们很多的力量 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 特别在这封保罗书信去《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书信里面 感谢神你赐下你的话语 让我们有机会的能够去学习 也都让我们有机会的在你的道里面 继续在你的恩典里面成长 继续去坚立我们的信心 也都继续地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继续地向你祷告 求神你就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面 或者在你的道里面站立得稳 也都求神你让我们的心里面 时常都栽种着基督的福音 以至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前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求神你就将这些真理这些教导 继续地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也都让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 援有外心 在外心里面继续增长 在祷告里面继续去切切的祷告 继续在信心上堅固 也都继续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 继续彼此的同心 也都求神你在这段时间里面继续的严慰同在 自己面对这些困难 帖撒罗尼加人也都不应该奇怪 因为保罗一早已经告诉你 这件事情会发生的 保罗认为他受到迫害 既然应验了从圣灵得来的预言 所以就更加证明圣灵的大能 帖撒罗尼加人不应该只是看这个困苦 而应该看这个困苦 也本身是一个证明 神所预言的事情永不落空 如果苦难的预言可以应验 这样救恩的应许也都必然应验 最重要的应许就是我们必然复活 站到这个审判台前的时候 因为信主耶稣基督被称为义 所以一切的预言 无论是福是和 都应该被淑灵人有一个鼓励 帖撒罗尼加人在保罗受迫害的过程中 一直支持一直持守他们的信仰 保罗为他们非常鼓舞 保罗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担心 帖撒罗尼加人会不会被一些犹太人所迷惑 但当提摩太人回来说给保罗听 帖撒罗尼加人的信仰十分坚定 保罗的心就充满安慰 保罗说如今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就得生了 这个好消息为保罗带来了一个生命力 让他可以感谢赞美神 给到他的动力不放弃去继续的去增加 盼望有一天可能有机会甚至可以的话 面对面再一次见到帖撒罗尼加人 我们其实都认识一些熟灵的前辈 当人衰老的时候 当然面对更加多肉体的挣扎 保罗对帖撒罗尼加人说的话 就好像一些熟灵前辈 给年轻的肌肉徒的一些鼓励 不用帮我们担心了 我已经跑我要跑的路 但这场仗你需要继续打下去 因为我看到你的成功 给到我力量继续为你祷告 曾经有好几位前辈用同样的话和我分享 当中有些已经回到天父怀抱 但我想他们的生命力 仍然生生不息的 活在后人对他们的怀面当中 我读到帖撒罗尼加钱书第三章的时候 听到的就好像是这些前辈的声音 又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坚固你们的心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 在我们父上面前成为圣洁 无可指责阿门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